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本来我们由中国风行动 独家冠名播出 欢迎各位的收看 这个季节天气非常好 大家伙都喜欢出去踏踏青 走一走看一看 但是有些人一说起这事就很顾虑 走路也走不快 爬山也爬不了了 我们今天请到的几位嘉宾 都有这样的问题 来 梁阿姨 您有这方面的痛苦烦恼吗 有 因为出去踏青也好 去爬山也好 它要有很多的台阶吧 比如我是上下台阶最怕最怕了 因为腿就像怎么说呢 木木登登的秀啊 就像碰碰的这样的处地啊 像木头处地一样的 就这个膝盖啊 觉得膝盖一点力量也没有 林昌大姐您有这个烦恼吗 我也有这种烦恼 我是主要是这个 可膝盖特别地疼 你要像我吧 就是说平时走路还好 还好一点 然后特别是有台阶啊 或者爬楼梯啊 这膝盖就别说了 就特别地疼 我爬山的时候见过有些朋友 就是中老年朋友 咱们下山都是这么像 他们下山是 你说得真跟我一样一样 是吧 我真就那样 他好像到了一个角度之后 就不能再往下弯了 就得跳一下 对对对 然后唐叔叔呢 您应该没问题吧 我也有问题 什么问题 我这个腿啊 这个膝盖好像是 这个灵活性特别差 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那真是费劲着了 我就得在床边上待一会儿 马上一下地也是下不了 也是觉得拐不了弯 对 主要是膝盖好像 老是硬的 僵的 人家有句俗话就说了 人老仙老腿 对吧 这我感觉这是自然规律 就是零件 用时间久了 自然磨损了 对对对 就像机器老了一样 是不是没招 都同意这个观点 对对 我也认为是人老仙老腿 真的难道就 人老仙老腿 我们就真的没招了呢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为您请到了这位专家 跟你好好说道说道 让我们掌声欢迎 来自于中国中医科学院 广门医院推拿科的主任 丁全茂教授 掌声欢迎丁医生 您好 丁教授 欢迎您 你好 欢迎您 嘉宾好 有请 我们看到一组数字 说现在60岁以上的老人 90%以上的 这个都膝关节存在 各种各样 不同程度的问题 难道真的就是像刚才 我们几位 像梁阿姨说的 就是人老仙老腿 真的就没招了吗 您有招吗 还是有招的 尤其是咱们中医的 推拿和针灸 在对于这种 退化性的疾病 慢性病呢 有独特的疗效 有时候呢 立竿见义 您说有招 有招 梁阿姨 您说没招 没招 那咱们现场 是吧 这个光说不练 嘴把事 光练不说啥把事 咱们先现场来练一练 看看到底有招没招 请嘉宾上来 我先检查一下 梁阿姨 现场 现场来一支招 您慢点 慢点慢点 你看 梁阿姨刚才下来 这一下还真是 您现在主要是 活动不利 趋身 蹲不下 蹲不下去不来 然后要是坐下了以后 再站起来的时候 这两条腿得待一会儿 才能站直了 要不然呢 就卖布 就像除木头一样的 蹲一下 我是最怕蹲的了 我扶着您 扶着您 慢一点 扶着您 膝关节呢 因为它有问题的时候 它不吃力 尤其蹲到半截的时候 半截的时候就容易 咕嘟一点 或者坐 对 咕嘟一点 咱们的打转 我要再往下蹲 我就要坐地下 对 我感觉到了 好 就重量基本上 都在我的手上 是真的蹲不下去吗 丁阿姨 真的蹲不下去 真的蹲不下去 再往下蹲 就咕嘟 坐地下了 是疼是吗 它也不是疼 它没有劲儿 没劲儿 对 使不上劲儿 又打腕儿的 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两点 您的膝关节还有什么 其他的问题呢 我最大的问题是怕冷 怕冷 怕冷 膝盖冷 膝盖就没劲儿 就是因为怕冷 那您没像我说的 我都买那呼吸什么呢 好几个呀 我不是说 各一个呼吸 甭管我穿的三层 比别人多三倍 仍然感觉不到 还是冷 还是冷 所以这个听起来 中医的气血虚弱 听起来情况 听起来情况比较严重 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们把道具拿上来 肌肉呢比较紧张 这个地方是胀 对 您现在是在做检查 还是在给它用招 给它稍微用招 简单的咱们处理一下 已经开始用招了 对对对 怎么了 疼吗 阿姨 胀 胀胀 哎呦 怎么了 这里头酸胀 往下窜是吧 哇 这有一个 往脚上窜 这里好像有一根大筋 在像一个铁锅似的 反应对对对 这么强烈吗 真的 一会儿可以试试 行 你看了觉得 我没用劲是吧 我能感觉您在用劲 因为我看您的手 感觉很用劲 但是这个 用这几招 到底是什么招 待会儿听 听起来讲 这几下这就能解决吗 好 左腿再简单地 做着处理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你看左腿怎么样 左腿什么感觉 左腿它就没有那个 多里多缩的感觉了 对对对 马上就轻松了 这么神奇吗 这好像长了不少 这感觉 感觉长了不少 感觉长了不少 老百姓叫金 我们说鸡剑 汤锅一下 对吧 这一根达金 这一根达金 放松拉伸的效果吧 放松拉伸 来 阿姨起来再试试 慢点击 慢点击 招已经使完了 招已经用完了 这简单的 让我看看什么效果 里经整幅的 好 来 咱们这样 咱们把这床前拿下去 看看效果怎么样 感觉比那个 就是那个 处地的那种 木头的感觉 好多了 没有 好像 习惯节弯曲轻松了吧 轻松多了 能蹲吗 我还是有点不敢 试一次 慢慢的 可以试试 能蹲下去了 起得来吗 起得来吗 起得试试 按着膝盖的 借点力 喝酒 真能蹲下去了 你这也太神奇了 您什么感觉 就好像有力量似的 就是再往下蹲呢 它就能够就蹲下去了 对啊 崩的那个劲儿解除了 对对 就不那么 要平常到这种程度 就已经是不行了 你看您现在 自己都能往下 现在起码就是 有一种心理障碍 还是不是那么感 好 行 慢慢的来 慢慢的来 好 他不是一次两次 就能完全恢复 我们丁教授是这个 推拿界的大专家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变化呢 谢谢 来 梁阿姨 回到座位上 好的 好的 我们听教授来讲 谢谢 不关系 不关系 来 谢谢 哇 这外人看起来 肯定觉得 这太神了 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的变化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 您都做了什么呀 我们给他做了一下 我们给他做了一下这个 把他的这个筋卵的肌肉 给他松解了一下 那么他还有一些痛点 摸到他这些痛点 这就是他的病症的所在 把这个肌肉的筋卵给他解除 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里筋 然后呢 再把他那个关节呢 因为这个关节呢 长时间的这个关节呢 就有一些退化了 他有一些位置呢 不是特别好 到不到错位的程度 我们叫紊乱的 紊乱的状态 那么给他 蹭一下 给他让他复位一下 那么就做一个蹭的动作呢 实际上就是把这个关节呢 让他轻微地拉开一些 然后再让他自然复位 这样呢 让他回到最 他完美的位置上 他的力线呢 就更趋于正常 这时候他受力呢 就能够吃上力了 是吧 所以您一共用了几招 实际上呢 就是用了一个理筋 是吧 一个整齟 还有一个点穴 三招 三招 你看 这个变化 就您那个 就弄得我那个 像钢丝似的那个东西 邦邦的那两下 那是什么呀 那就是点穴嘛 波金点穴 那个可是厉害那个 感觉我们今天请的 不是丁教授 那力量要透进去 感觉我们今天请的 不是丁教授 是白斩堂 一花点穴手 推拿针灸呢 对于咱们的一些 就是退化性的疾病呢 都有 很好的疗效 那膝关节 常出现的症状呢 通常来讲 就是三种 屈身不力 发疆和疼痛 都有吧 都有 都有 我就是您第一个 这也是膝关节的呢 主要的几个症状 对 梁阿姨 您这个亲自感受了 这种变化 神奇的变化 您有什么感受啊 我就说 我自己呢 有一个很大的困惑 就是说 跟我身边很多朋友啊 其实跟我也差不多 人在公园又跳舞 又唱歌又什么的 我羡慕极了 为什么呢 人家怎么不那个腿 蹬蹬的 像橱木头的 不敢跳的 为什么呢 我也天天吃盖片呢 我那盖什么第三是吧 我每天都在吃 可是为什么 我的骨头就不行呢 这个呢 就是中医讲的 这个病的原因 一个是内因 一个是外因 内因就包括了 你的这个遗传啊 年龄啊 这些变化 还有就是外因 咱们能干预的 最多就是外因了 刚才那阿姨说了 她腿怕凉 怕凉 这个膝关节 这个退化性疾病呢 在中医当中呢 也叫避症 也叫避症 黄金内经呢 就是咱们说呢 风寒湿三气呢 何而为避 避在今呢 则屈身不利 这三邪 这是三个 中医讲的三邪 风寒湿 三种邪气 那么它在什么时候 侵犯人体呢 就是你的正气不足了 它趁虚而入 是吧 如果你正气足 是吧 咱们也就说了 咱们年轻的时候 正气比较足 它呢 干预不了你 为什么他们 就是这个年龄 都容易发病啊 就气血 这个逐渐衰退了嘛 没有那么旺盛了 所以这个风寒湿三邪 才趁虚而入啊 是吧 这个你的气血 是吧 就相当于你的 人体的防御功能 你气血不足呢 这个邪气呢 就侵犯了 做自己健康的 第一责任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本节目由 中国红行动 独家冠名播出 您刚才说的这个点学 我们就是从小 都是被这个武侠小说 给害了 一听点学 都是噓噓噓就那 真有点学这手法 不是那个 咱们武侠小说 当中的那个点学 是吧 那您这个点学 是分几种 点学呢 它是一种 手法当中的一种 是吧 咱们手法当中 常用的一些手法 那么就是说 点啊 按啊 揉啊 是吧 分筋啊 波筋啊 拿法 这是比较简单的 常用的 点学 你比如咱们简单的 你比如我用中指 来点这个 劳工穴 那么 点住了以后 是吧 缓缓地加力 是吧 加到一定的力度以后呢 哎 感觉什么 感觉有酸麻脏痛的 感觉以后呢 略微地 维持这么几秒钟 慢慢地再放下 好 这是点 按的 按的一般 就是比较大面积的 是吧 用掌根啊 这个鱼记啊 大鱼记啊 小鱼记啊 在体表的 这个肌肉上头 垂直地向下 按压 这就是按法 按 是吧 这比较简单的 柔 柔呢 那么就是用咱们的 手掌啊 或者是 大鱼记啊 是吧 然后呢 先在皮肤表面 换成皮肤表面 向下有个 轻微的压的力量 是吧 然后保持这个力量呢 做环形 或者是往返 往返的动作 做的时候注意什么呢 你的部位 操作部位 和患者的体表之间 没有滑动 是吧 你带动他的皮下的 组织的动 明白了 这叫揉 不是搓 不是搓 滑动叫搓了 对 不要做成咱们 那个搓掌的动作 分 这个就不好理解了 这个分筋呢 和拨呢 它是比较重的一个手法 是吧 比较重的手法 分呢 就是说 在这个肌肉上 沿着肌肉的纤维 你比如说 这个肌肉的纤维 是顺着走的 是吧 顺着走的 咱们呢 在它肌腑上头 用十指 中指 都可以 是吧 先给它按一下来 点按 先点按 然后维持这个力量呢 沿着肌纤维 做上下的分动 就好像把这个肌纤维 给它剔成两半 这个叫分 这个叫分 所以武侠小说里 叫分筋错骨手 对 分 感觉就很厉害了 这一招 对 这个是重手法 比较 相对来说刺量比较大 这个刚才的分 是顺着肌纤维的 是吧 拨呢 就是垂直肌纤维 是吧 就像弹琴 那个拨弦一样 对 和弹琴 像垂直的拨 那叫拨筋 是吧 把这个肌纤维 压到这个手底下以后 这个力不卸 不要卸这个力 然后呢 拨这个纤维 推拿推拿 这拿是什么 拿就好理解了 书里头呢 定义呢 就是捏耳提起位置拿 就把它捏住 然后向上提 这位拿 好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 就重要了 这个除了手法之外 点穴 那穴是最重要的 针对刚才屈身不力 您给我们推荐 哪个穴位 两个 这个代表的 是吧 一个呢 是竹三里 名气很大的一个穴位 这个穴位呢 是一个很有名的穴位 而且在人体当中呢 它是一个 太好的一个穴位了 我们的俗语当中呢 有一句话 若要安 三里藏不干 就是若要平 若要平平安安 三里藏不干 三里藏不干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三里这个地方呢 老的是潮潮乎乎的 什么潮潮乎乎的 就是咱们在发泡 揪了以后 让它有一些 现在说有点发炎了 但中医呢 就是让它有一些刺激 是吧 能干什么 能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中医讲 就延年益寿 是吧 所以这竹三里呢 它就相当 是人体的一个强壮穴 是吧 为什么会这样呢 它在哪条经脉上 它呢 是河穴 是吧 胃筋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穴背 是吧 胃筋呢 是多气多血的 一个经络 阳明呢 多气多血 故呢 阳明充盛 气血充足 经脉呢 就得以儒氧 是吧 经脉呢 柔软呢 关节就华丽 运动就灵活 它这上面说的阳明 是什么意思啊 阳明呢 它是胃筋的 咱们说的经脉柔软 柔软的 就是咱们的韧性呢 比较好 这时候呢 你关节呢 也华丽 那你关节活动的 就灵活 是吧 它是就是因为 你多气多血 是吧 所以这个竹山里 这个血位呢 它对于的这个 气血的补力 有很大的作用 这是第一个 下一个呢 就是一个 这个阿四血 阿四血 什么叫阿四血呢 那么现代医学 也叫反应点呀 或者叫痛点呀 这样的 就过去呢 就是说 这个哪疼 是吧 你比如说 膝关节疼 那么它找一下痛点 看在哪 按的 是这样吗 不是 是这样吗 不是 是这样吗 它别人一疼 阿四 就这样 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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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叫阿四血 就是一疼 阿四 就这个 所以这个血 这个血位 没有固定的点 对对对 说对了 这个血位呢 就是以痛为疏 就以它的疼痛点 作为血位 就是痛的地方 就是你的病症的反应点 那您刚才讲了 这两个血位 也讲了六种方法 六种手法 那针对这两个血位 我们用什么手法呢 这两个血位呢 咱们呢 需要稍微给它点强刺激 所以以呢 点按和拨的这个手法呢 为主 是吧 就按住以后呢 你得有点感觉 按的时候不能 一点不疼不痒的 那没有用 是吧 一定要让它有这个 就是我们叫得气的感觉 是吧 有酸麻胀痛的感觉 最好呢 是它有那个酸脏的感觉呢 向这个炎的经络呢 传导 我们叫寻筋 那更好了 您看看我们请哪位 还是阿姨上来吧 可以可以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 我们的丁教授 教给大家日常的 养护膝关节的方法 针对膝关节 屈身不力的这样的症状 应该怎么办 有请 对 一个主要的穴位 竹山里 是吧 竹山里的寻找呢 是吧 坐着的时候呢 看这个外侧的 外戏下三寸 下三寸 四指 阿姨的三寸 就不能拿我的四指梁了 大概呢 用她自己的四指梁 是吧 好 大概在这个位置 是吧 按住了以后呢 就是 缓缓地加劲 不要用猛劲 先按 给它点按 按到它有感觉了 维持一下这个力量 不要让这个力量卸掉 就是说 你在拨的时候呢 不要减力 维持这个力量 然后给它轻轻地拨一下 实际上拨的幅度很小 有时你要看的话 看不出拨的幅度了 但是呢 患者能感觉出来 我在拨它 酸胀 对 这是强刺激 阿斯穴呢 就是要根据它的痛点 一般呢 它屈身不力呢 大多数呢 是它这个膝关节的后侧 对吧 有问题 就刚才阿姨说的 后面呢 觉得这个 有一根筋一样 把帮着 这时候你摸 摸到这个呢 它这个特别硬 而且呢 比较疼的地方 就为穴位 拨一下 是是是 就这 看着都疼 按住以后呢 就和拨琴弦一样 先按住了 按住了 和拨琴弦一样 是吧 这个手把呢 就不要刺激太多了 大概就两到三次可以 感觉如何 刺激很强 就觉得这条腿 出 不上人的脚尖 通电也 满一点 对对对 每次呢 就前头逐三里 大概按揉呢 就两三分钟 后头这痛点呢 先轻轻地按揉 放松一下 摸的时候呢 重刺激就两到三下 不能太多了 是吧 因为强刺激 强刺激 刺激太多了以后呢 能一造成它的损伤 明白了 是吧 所以总共呢 大概就五分钟就够了 一天呢 做这么两次就行 没事做那儿 你就点点 拨一拨就可以 谢谢阿姨 谢谢 您慢点啊 好 好 大家呢 可以自己在家里边 每天按照这个方法 这样可以很好地改善 屈身不力的状况 好吧 对 那接下来 让我们来看看 膝关节 常见的症状的第二种 就是发疆 发疆 是吧 实际上呢 它这个病的 发病的过程 它有一个 一个从轻到重的一个过程 是吧 发疆呢 实际上是这个膝关节 早期的一些症状 它呢 就是一些气血啊 运行不好啊 运行不畅 所以脊部呢 这个经脉呢 就是有点发疆 没有到了 再严重的压迫神经压 产生疼痛的现象 所以这一种呢 实际上发疆这一种呢 是最干预以后 最好的效果 唐叔叔 您是这个发疆代表 是吧 丁主席说了 这个是改善的 特别好的 那您先跟我们说说 您那是怎么疆 我这个疆主要是 早晨起来 起床的时候 这个马上下表地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关节呀 发硬 不灵活 发木 发疆 是吧 不灵活嘛 不灵活 那么 所以解决的方案 您先来说说 这招是什么 这招呢 很简单 实际上 咱们中医呢 有一句话叫什么 上一致胃病 是吧 上一就是比较高明的医生 是什么未来的病 就没有得病的时候 上公治胃病 提倡的是什么 预防为主 是吧 所以这是他的初期阶段 这时候给他 稍微做一些干预 他就能达到一个 很好的预防的效果 什么干预 就是促进 他局部的这个 精气的畅通 经络的畅通 怎么做 实际上很简单 就是呢 把这 用咱们的两个手掌 放在这个 冰骨上面 做呢 环形的揉动 招有了 就是揉 但是怎么揉 对 这个咱们就得请 唐叔叔亲自感受一下了 我们日常在家里边 对膝关节进行养护 针对这个发僵的情况 我们下边来请 我们的丁医生 给我们来支招 来 有请 请坐 先坐着 坐下以后呢 把腿放松 是吧 自然放松 两个手呢 手掌呢 放在这个 冰骨上 不用特别用这压 自然地放以后 做呢 环形地揉动 就逆时针 顺时针 反复地揉 你不要顺时针 揉这个五十下 逆时针揉五十下 就是环形的自然地这么揉动 力度怎么样 力度呢 要适中 不要太重了 对吧 不要太重了 轻轻地压上去 就压上去 适中就行了 这一天呢 要做几次啊 两到三次就可以 一次多长时间呢 一次呢 感觉呢 你的膝关节呢 微微发热就行了 也是发热 对 有时候可能你揉五六分钟 有时候揉个十来分钟 好 这个呢 就是觉得 你就要一个保养的 这个作用 是吧 这个时期呢 做这个保养呢 就是说预防呢 是最有意义的 是吧 也可以呢 拿一拿冰骨 这个拿手指呢 再拿一拿也可以 就是再强刺激一些 是吧 五指 是吧 拿冰骨 就是往里提拿 咱们刚才说 拿法怎么做啊 捏住 往里提 是吧 这样拿一拿很舒服 是吧 是 这是 这是一个揉 一个拿 对 一个揉 一个拿 除了凳子上 然后还有 其他的办法 还有咱们在床上的 简单的动作 怎么做 刚才那个 这个唐 唐周语说了 他早上起来 就是特别僵 那这时候呢 咱们在床上做的 特别简单的一个动作 来 躺着床 两个腿抬起来 抬起来以后呢 和咱们登自行车一样 空灯 两个腿交替的 慢慢登 对 登多少圈 登多少圈呢 觉得你这个大腿 有点微微发酸了 就OK了 随着你的力量的增加呢 它可能 登的时间越来越长 不要强求 一定要亮力而行 逐渐地加亮 这是早上起来登好 还是晚上睡觉之前登好 一天练两次啊 早晚都登着啊 下腿有点发酸 有点发酸了 就OK了 这个动作是有什么作用呢 这个动作呢 它就有滑立关节的作用 是吧 相当于这个肘啊 你老让它运行一下呀 你老不让它运行呢 它不就发揍了吗 对 为什么非要躺着做呢 对 减轻膝关节的负重 哦 是吧 你看你要是 平常你要是做这个 蹲起的锻炼的话 对膝关节的负担 比较重 对 腿它抬起来 膝关节呢 在不负重的情况下 来华丽关节 让它关节活动 是吧 所以对于膝关节的 那个负担呢 它减轻了许多 好 谢谢 好 唐叔您起来 先是揉 再是拿 然后再等 您现在感觉如何 这灵活多了 感觉放松 热乎了吧 对 所以我这两个问题 一个呢就是说 为什么这么揉一揉的话 它就能够放松 就能够灵活了呢 就能够使它 不那么僵硬了呢 对 你揉一揉呢 它一个呢 是把肌肉的筋卵解除了 再一个呢 就是中医讲的 温能通筋落 所以呢 就是说你这个揉呢 要揉到一定的时间 它就会产生热 从膝角度讲了 它就促进了 脊部的血液循环 带来了养分 是吧 对于咱们脊部的软骨啊 这些解体组织啊 都有一个修复的作用 好 谢谢 来 唐叔叔 咱们回来坐 膝关节还容易出现 什么样的症状呢 来 请看 疼痛 疼痛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疼痛 这种疼痛呢 它就是 稍微轻一点的疼痛呢 可能走频道的时候 还可以 上下楼的时候呢 这个费点劲 蹲起来费点劲 再发展严重以后呢 就是说走频道 都吃力了 再严重 那可能行动都不行 都困难了 这时候就需要 关节自换的 那种呢 就是到了后期了 很严重 疼痛 所以这个疼痛呢 是非常影响咱们 平常的生活质量的 一个症状 所以我们来听听 患者是怎么说的 对 刘阿姨 您是怎么个疼 主要是这个 可膝盖特别的疼 你要像我吧 就说平时走路还好 还好一点 然后特别是有台阶啊 或者爬楼梯啊 哎呦 这膝盖就别说了 就特别的疼 我们中医针对 膝盖的疼痛 到底有什么好办法呢 我们要先把 丁医生经常使用的 一样工具 拿到舞台上 来 有请 这工具一拿上来 大家就知道了 这是用我们中医 传统的针灸的方法 来解决我们的 膝盖的问题 但是丁医生 您这儿有四组 不同长短的针 它们有什么不同呢 这是临床上 比较常用的 这个一些尺寸的针 实际上还有更长的 也有更短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最常用的 就是这几组 这几组针呢 就是说 根据病人的胖瘦不一样 再也根据 咱们所要扎的 这个穴位的 这个深浅不一样 选择不同的这个针 那么就说 这个针的刺激呢 要达到穴位的深度 只有达到深度呢 才能 这中医讲得气 才能有感觉 酸麻胀痛的感觉 那么才能达到 治疗的效果 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吗 立竿见影 肯定是有效果的 你像这个疼痛呢 这个针灸呢 疼是特别快的 但它能维持 有时候维持时间长 有时候维持短 所以这和 它有一个连续的 一个治疗 立竿见影 刘阿姨 想来感受一下吗 我最想感受一下 咱把这道具拿上来 来 有请刘阿姨 到台上来 咱们走走台阶 看一看 你慢点啊 下这个台阶都飞进了 对 刚才说一走就疼 一上台阶就疼 对 慢点 慢点 扶着点 小心啊 慢点 下的时候再 就得侧着 下 好 画面上能感觉到 这个刘阿姨 上下台阶的时候 确实是很难受 具体是哪疼呢 具体就是这个 可惜盖 里头疼 对 就这可惜盖 说白了 就这个位置 特别疼 明白了 好 那刚才我们 丁医生讲了 用这针 立竿见影 实际上不用太害怕 针呢 就是过皮的时候 有一点像蚊子咬一下 不特别疼 我这么说 就是您现在 医生跟您说的时候 您可能有点害怕 等会儿那针一拿下来 您一看呀 您就更害怕 您就不疼了 来 我们把道具拿上来 下篇我们就请丁医生 给刘阿姨 现场来解决一下 这个疼痛问题 好 您先请站站站 我先看一下 别害怕 别害怕 疼吗 脏是吧 对 阿姨是真的是 第一次查 真的第一次查 真是第一次查 有点胀胀的 一般在临床当中 一般留针 10到15分钟 咱们这个 现在就快速碾针 让它增加它的针感 就不留那么长时间了 就让它 中医甲的得气而出针 你要不捏着我 我以为你老要打它去 这个很胀 它从内往外发散的胀 这个得气就出针 就不用那个留针了 这叫快针 快针 对 我看了一下时间 大概从扎进去 一两分钟吧 有差不多也就两分钟 对 慢点起起来 你慢点起 你慢点起 慢点 慢点 两分钟的这个行动之后 现在感觉怎么样 来 您刚才从那台阶上过来的 现在再从这走回去 感受一下 谢谢 没事 不用斜着走吧 你看两个腿明显感觉不一样 感蹈步了 是吧 他感蹈步了 好 来 我们把道具拿下去 谢谢刘阿姨 谢谢 您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现在没有那么疼了 但是专家这一针扎的 真的确实是很舒服 老百姓的话就是很舒服 那我想专家他有那个手法 一扎我们就好了 关键人家还有针呢 对呀 可是我们要在家 怎么能就是说是能缓解自己的 不能扎 在家里自己不能随便扎 是吧 我就想让专家给咱们出一个好的办法 自己在家里头 怎么能有一个好的办法 在家咱们自己就能做到这种 对 就像刚才一样 哪个穴位要按一下 怎么弄一下 这个呢就稍微复杂一些了 要达到一个止疼的呢 那您就得下点功夫 记几个穴位 刚才咱们一开始呢 讲了一个简单的方法 那这个呢 你要达到这个治疗的目的呢 也可以呢 就是说咱们以止代针 就是说你扎针灸 一般人操作不了 但是我用手来按这些穴位 还是可以的 这回就比较多了 所以我们选择了几个 这个关键的穴位 对于膝关节的 内外的疼痛 都比较涵盖比较全的 您跟我们讲讲 刚才的竹山里 咱们介绍过了 它是个大捕的穴位 是吧 捕鱼气血 血海呢 大家通过这个 名字也知道 血海 血海 气血比较充足的 所以刺激它呢 也可以进行的补医气血 那么凉丘呢 它是呢 胃经的一个河血 河鼎呢 是一个机会齐血 咱们所说的 局部的血位 治疗局部的病 杨林泉呢 主呢 一身的筋筋之病 就是咱们俗称的 你们叫哪儿疼吧 各种的肌肉疼啊 杨林泉都可以管 是吧 所以它叫金会杨林泉 那么你看阳丘 竹山里 是吧 主要呢 是什么筋啊 胃经的 是吧 胃经的血位 是杨林泉的血位 杨林泉呢 它是多气多血的 一个经络 是吧 那么补医这个气血呢 就能够给咱们的这个 局部呢 增加它的乳氧 血海呢 是脾经的一个血位 是吧 那么在中医的脾和胃 是相互表里的 但是这个手法 怎么来运行 六阿爷 还是请您上来 咱们学习一下 也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咱们交一交 好 好吧 来 有请 来 有请两位 请丁主任帮我们找找 这五个血位 都在什么位置上 请坐 然后应该用什么手法 好吧 血海呢 这是冰骨 冰骨的上圆 是吧 那上圆 内侧圆的 上两寸 是吧 大概这个位置 是吧 好 然后梁秋 梁秋 梁秋呢 和它相对 是吧 这是外圆的上两寸 是吧 是梁秋 梁秋 然后 鹤顶 鹤顶 鹤顶呢 在冰骨的 内圆的中点 是吧 中间的这个位置上 这是鹤顶 杨林拳 杨林拳 从这个侧面摸这个肥骨 是吧 滑上来 顺度滑上来以后 这个骨头 这儿有个挡手的地方 隆起的地方 这个肥骨小头 往前 往前 一滑 有一个凹陷 这杨林拳 好 然后竹三里 竹三里 竹三里呢 在这个 外戏 外侧的外戏 下三寸 对吧 对 这种笔 对 好 大概在这个位置 好 一般的竹三里的位置 比这个杨林拳的略低一点 鞋子在后方 是吧 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 怎么弄 那么揉的时候呢 你看 血海和凉秋 对 两个手的 中指和拇指相对呢 可以一起揉 是吧 一起揉 或者呢 包括这个鞋顶 用食指 也可以拿住 揉 力量呢 逐渐地加重 是吧 力量逐渐加重 是吧 力度呢 以能忍受维度 是吧 适当地 要比前头做的 刺激量要稍微大一点 稍微 就是手和有点劲 是吧 对 杨林拳呢 它刚才咱们说了 金会杨林拳 它是一个治疗 各种 这个 筋的损伤的 这个 肿穴 是吧 所以它各种的 什么这个 韧带的损伤啊 肌肉的劳损啊 都可以用这个病 来治疗 是吧 所以它这个呢 整个呢 它这个杨林拳呢 它对于下肢的 这个 经脉的狙击啊 都有很好的疗效 这能一块按吗 有个 鼓子 你看 对 对侧的 手的大拇指 对对对 幅度可以小一些 揉的幅度可以 你试试 能拨 你能感受 自己有时候不舍的 那一蹦 我那个麻尖 麻尖一样 腾下去了 是 有时候自己不舍的 真是 下不去手 还真是 我这还是留着吧 我留着回 我留着回家 我自己 谢谢 谢谢大姨 感觉 走上去我们看看 很轻盈了 吸骨关节病呢 它是一个退化的疾病 所以大家呢 就咱们前面 介绍的这种方法 是吧 那么你越能兼职 用得越早 那么效果越好 是吧 不要等着这个疾病 非得已经疼得动不了了 走不了了 再去治疗 再去预防 那就有点晚了 所以其实保护吸关节 还得从年轻人那儿开始 所以也谢谢 我们丁医生的到来 让我们也有更多的机会 了解中华的传统医学 还要那句话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从现在动起来 锻炼起来 拥有强健的体化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 谢谢 谢谢